好 來看這場罷免攻防戰 說的就是立委陳柏惟 公民團體發動要罷免他 昨天二接連束束遞見了 台灣基金今天是馬上開了記者會來聲援 不過倒是陳柏惟他本人還蠻老神在在的 說個人的罷免案是小 重點應該放在公投 五個不同意 五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台灣更有力 拿著紙板做的公投和罷免選票 台灣基建大眾座召開記酒會 聲援基金黨唯一一席立委陳柏惟 這一根卡在中國以及中國國民黨喉嚨當中的魚刺嗎 面對公民團體發動罷免 陳柏惟二接連署送件 台中市選委會甚至建議中選會將罷免案合併公投 讓基金黨痛批藍營完全是政治操作 倒是陳柏惟本人老神在在 罷免還沒送件還沒承諾的情況下去發這個言 我想對像不分藍綠大黨小黨做這個動作都不太應該 罷免事小啦 那公投影響台灣未來的走向勢大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比照高雄市議員黃傑 請全黨之力助陳柏惟渡過難關 黨內立委態度保守 就怕過多的政治介入反而幫到忙 華視新聞 陳一瑋 台北報導